我觉得大家对她的第一印象应该都是会有一种比较高冷的感觉 比方说她就喜欢跑过来迷失 像昨天晚上我们都已经睡了 她打开房门 我说你干嘛 她说我去过来看看你们 能像矫情帮忙 这个 是吧 希望晨晨18岁成年之后 可以考家到不是小朋友了 要更加的有担当 也希望晨晨之后越来越顺利 越来越man 越来越酷 综艺这条道路上 越走越得心应手 越来越解放天心 依旧永远的可爱下去 范晨晨 生日快乐